这是1932年的上海 紫色区域是法租界 由法国控制 大家熟知的黄金融就担任过法租界 巡捕方督察长 杜月生担任过法租界商会主席 蓝色区域是公共租界 主要由英美两国成立的公补局控制 另外日本在公补局董事会里也占据着一个名额 日本侨民和军队 主要聚居在公共租界的四川北路和吴松路之间 例如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就在四川北路 刚开始这里并没有多少日军 但是九一般事变之后 上海的爱国群众组织起了大规模的抗日游行 中国人和日本侨民曾爆发过几次街头冲突 日本人便以此为借口 会有公布局说 中国人可能爆发更加过激的行为 为了维护租界秩序 建议各国军队采取行动 保护租界的一切外交和财产 并禁止中国军队进入公共租界 公布局立刻把英军的佛利明准将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胡克上校 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焦岛上尉 法国分遣队的马凯上校 以及万国商团司令托姆斯上校等人召集了起来 制定了紧急时期各外国住户防军 和当地军事力量联合行动的协定 其中规定凡是中国军队不论武装与否 一律不准进入租界 万一进入缴械后送回中国地界 另外他还规定了各国军队的防区 把如今的河南北路到乌松路一带交给了日军 更扯淡的是 这群王八蛋还把公共租界到乌松铁路 这一段本属于中国的底牌也划到了日军的防区 这就给日本集结兵力侵略中国提供了所谓的发力支持 截至1932年1月28日 日军已在上海附近集结了一艘航母 23艘军舰 20架飞机 4000名陆战队员 以及3000名预备仪 当晚 日军便撕掉了所有折袖部 用严则少将率领日本海军陆战队 以及20余辆铁甲车为前锋兵飞无路 向扎北的中国驻军发动了突然袭击 企图拿下上海备战 第19陆军洋雾六旅第六团团长张军松 立刻率部进行拼死抵抗 并将战况报告给了19陆军总部 江广奈蔡廷凯听闻 马上向驻扎在苏州南京等地的部队发电 让其迅速向上海开进 另外为了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 他们又向全国发出通电 暴日战往东三省半途变色 国足垂亡 最近更是在上海杀人放火 浪人四处 及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 光奈等分属军人为之正当丧位 为旧国而抵抗 虽牺牲至一人一旦绝不退缩 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 29日凌晨 156旅旅长翁赵元 命令五团也迅速赶到了前线 和六团并肩作战 天亮以后 日军的进攻更加疯狂 地上装甲车掩护推进 空中轰炸机 狂轰滥炸 一时间 劫势上火光四起 昆天时日 听得猛烈轰炸 让上海北战的守军无处躲避 此伤过半 北战情况异常紧急 但是156旅的战士们 面对嚣张的日军 没有丝毫胆怯 有的战士身负重伤 仍然不肯撤下火线 他们一直坚持血战到下午六点半 以六十师一团一营 终于同苏州狂兵两百里 赶了过来支援 他们不顾生死 又迅速组织起了该死队 有的战士拿着整捆的手榴弹 扑扶到日本的装甲车下 与之通归于尽 有的战士拿起刺刀 重向日军 与之血肉搏斗 日军从来没有想到 中国军队的阻击会如此猛烈 顿时惊慌起来 开始后退 中国军队乘胜追击 迅速攻阵了日军上海陆战队司令部 迫使日军退至北四川路以东 靶子路以南地区 日军首次进攻 以失败告终 此战日军损失铁甲车三辆 一架飞机被击落 两架飞机受损 伤亡数百人 我军也伤亡数百人 日军进攻受挫后 日本领事请英美领事出面调停 十九路军明知是日军的还兵之计 但因为我军也需要调兵遣将 就同意了停战 停战之后 十九路军立即调整作战部署 令驻镇江以东的六十师 进驻南乡真如一线 六十一师的一部分 也进入黄渡南乡防区 驻户七十八师全部投入前线 加强防御 阉阵一旦 日军停战后 又进行了疯狂的增兵 一月三十日 佐世宝率领第三特别陆战队三千人 以大批军火登陆黄埔码头 一月三十一日早晨 日本的加克号和凤翔号两艘航母 搭载30架飞机 抵达距上海约130公里的马鞍列岛海面 下午四点 三艘巡洋舰和四艘水雷艇 又护送四千多名陆战队员分批登陆上海 二月一日 又有525名特别陆战队员赶到了上海 二月二日 日本军队集结完毕 他们见上海北战处的守军过于强悍 便调转枪头 对天洞安路至宝山路一带的中国军队 发起了猛烈的轰炸 一瞬间 我军战地被炸得面目全非 轰炸过后 日军又用几辆铁甲车开路 向我军发起了冲锋 五团战士不顾生死 马上派了两个连顶了上去 负责正面阻击 可惜 由于武器太过落后 没能阻击成功 但是当日军的铁甲车冲到我军阵地时 我军便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猛烈的反击 终于暂时打退了日军的进攻 日军不服 右派飞机轰炸 炸完之后再派铁甲车冲锋 但每一次冲锋都被我军打了回来 双方就这么你来我往 一直打了十几个小时 晚上七点 五团战士已经死伤惨重 阵地随时都有丢掉的可能 好在第七十八时终于派了一个炮兵连 过来支援 他们相互鼓励又和日军激战了整整一夜 二月三日天亮以后 恼羞成怒的日军 调集了更为密集的炮火 不仅对我军阵地 还对住宅区进行了狂轰滥炸 上海居民大为恐慌 纷纷逃难 我军见此情景愤慨不已 在废墟之上再次组织起反击防线 他们不顾石横边也不顾血流成河 终于用血肉之躯挡住了日军的铁甲大炮 双方又激战了一天一夜 日军也没能前进一步 契机败坏的日军为了突破困境 只好第二次掉转枪口 又将战火蔓延到了长江和黄埔江 汇合处的吴松耀塞 企图控制这里 以便从背后突袭我军 他们用六架飞机护卫着六艘战舰 在江面上一字拍开 对着吴松耀塞上的中国炮台一通猛轰 驻守在这里的十九路军的一个营 面对日军强大的火力 今次抵抗了两个多小时 日军一艘军舰被击沉 两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被击伤 我军三枚火炮被毁战事再次陷入僵局 2月4日凌晨1点 156旅六团从扎北赶来增援吴松耀塞 四团也在他们的背后 四团河附近至黄埔江岸建起了第二道防线 宝山城也分布了一个团兵力把守 旅长翁赵元直接把旅部设在了战地前沿的张家宅 上午11点 日军再次调集13艘军舰 对乌松耀塞上的炮台发起攻击 我军立刻开炮还击 海基炮连也加入了战斗 其余轮影炮台座掩护的中国士兵 就直接趴在地上 用手中的机关枪设计敌军舰 日军舰13艘军舰都震慑不住中国军队必死的决心 便再次调集了24架飞机飞到乌松耀塞上空 轮番往下投掷炸弹 两个小时之后 英勇的19路军战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6枚大炮被毁 炮台几乎被夷为平敌 守备炮台的官兵伤亡惨重 要塞司令部 裁谋长 腾齐之 手臂重弹 仍然坚持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 剩余士兵彻底失去反击能力 不得不撤出阵地 日军见我军炮台不再还击 因为我军的有声力量已经被全部消灭 就从军舰上放下了20多只橡皮艇 准备从乌松口实施登陆 156旅旅长翁赵元 立刻命令四团一营再派一个牌 前去增援 和原来的守军继续阻击敌人登陆 因为前去增援的途中 已经没有可以做掩护的屏障 战士们还没有走到阻击点 就被日军的飞机发现了 于是可恶的日记对着地面又是一番轰炸 这只小小的援军顿时死伤过半 但是他们没有后退 仍然义无反顾地奔赴了战争最前沿 可日军血战到下午五点 日军终于停止了进攻 在日军停歇的间隙 十九路军却一刻也不敢休息 立即连夜增兵的乌松要塞 并争分夺秒地重建和加固了防守攻势 已被第二天日军的侵袭 五日上午十点 日军果然再次卷土重来 四架战机先在乌松要塞的上空 投下了十几颗炸弹 接着五艘战舰开始对我军开炮 昨夜刚调背过来的战士 用新的生命继续扛起 保卫乌松要塞的重弹 与此同时 宝山路和天通路一带 再次遭到日军密集的炮火攻击 一时间修严异脉 火光冲天 我军只能暂时后撤 但是日军炮火刚刚停下 我军就又立刻发动了冲锋 把阵地夺了回来 这样的拉锯战中 日军两辆装甲车被我军用手榴弹炸毁 步兵屡次攻入我军阵地 又屡次被赶走 气急败火的日军 又出动飞机 对我军阵地疯狂投弹 一时间火光四起 残骄人员 大半将士壮烈牺牲 但是活着的将士们 依然没有放弃 他们利用高射炮 不断地对着天空扫射 将所有的费怒都倾斜了出去 终于激怒了一架日军战机 战事再次陷入僵局 日本比较有影响力的报纸 朝日新闻 对日军的受挫情况进行了报道 大致内容如下 日军五日早晨开始总攻以后 中国军队给予了顽强的反击 日军遭遇前所未有的惨败 日军最前沿的四川中队 与池田小队几乎全军覆没 另外还有两位中队长命在吹危 日军高层非诺不已 下令让总指挥严则性依 可陆战队总指挥交导拒冲 滚回了国内 又派了两个鬼子 野天鸡三郎 只从恋魔代替他们 但是日军虽然被迫换将 郎子野心却丝毫未减 六日凌晨 十九路军将迎来更加猛烈的进攻 每一个阵地都将陷入更加激烈的争夺战争